欢迎回来热线追踪 福岛核灾可以说是全日本甚至是全世界的大浩劫 更是日本政府至今不敢面对的真相 灾难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日本政府只撤退了30公里以内的人 但是从核灾严重的程度来看 欧美国家的标准是100公里之内都得撤 国际动漫大师龚崎骏就喊出了整个福岛线必须要大撤退 不过如果整个福岛都不能助人的话 那么对日本政府来说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只要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 似乎现在也只能够一天拖过一天了 而称诺比核灾发生的时候呢 也造成了当地的居民平均寿命从75岁缩短为55岁 有欧洲的学者大胆预测 福岛核电厂周围将有百万的居民 在20年之内死于癌症白血病 这个预测当然要靠时间来证明 不过现在要来关心的 是那些活在恐惧之下的日本民众 接下来每一天的生活 该怎么过下去 一声轰然巨响顿时浓烟密布 福岛核电厂在3月12号下午2点半 发生严重轻爆 这场核灾关系到日本国家存亡 也是25年来全世界最惨烈的核危机事件 一年后东电开放让媒体拍摄 大家全副武装 穿起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 进入高危险区域一探酒境 看到这片断圆残壁的景象 真的是触目惊心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 在地上的核灾的核灾 今天考慮到外出 六座反應爐 一號機先爆炸 接下來三號機 二號機先後淪陷 四號機的核廢料池 也起火燃燒 為了不讓爐心完全融毀 日本採取非常手段 不惜破壞反應爐 用海水灌煮降溫 海水對材料的腐蝕性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它有氯在裡面 氯磷子在裡面 所以那是海水是 萬不得飲食 就是說你沒有其他水 你必須要住 由於當時電力中斷 水源拮据 日本當局陸空兩棲並行 甚至派出趕死隊 用直升機撒水降溫 這時候高激量輻射物質 已經不斷外洩 情況一度無法收拾 東電做好最壞打算 要全面撤出員工 東日本大地震之後 接下來四個鐘頭之後 反應爐就融毀了 所以在那一天 其實核電廠已經進入一個緊急避難狀況 其實要疏散所有的工人 那時候我們有訪問到當地的 武島的核電廠工人 他說他們也是受到命令 要趕快逃離這個地方 那但是因為 如果沒有人繼續去維持 反應爐的冷卻工作的話 那它的擴散可能會更嚴重 甚至會擴大到東京省度圈 所以必須要有人留守 那那個時候 留守了大約50位的員工 核電廠撤出700多人 只剩50位技術人員留守 全天24小時應付突發危機 一直暴露在超高危險值的輻射當中 我現在在現場的中間 所以我都在想要注意到 很多被爆等都要注意到 我已經有反應了 因為我已經有反應了 我已經有反應了 但我還是要頑皮 我還願意生氣 所以我已經不可以回到這段時間了 監哲仁首相下令說 東電公司不准撤退 東電公司本來已經預估最壞的狀態 他們就全部撤退了 那首相下印度不准撤退 必須要有人留守 那幸好是有人留守 不然的話整個營養會失控 武士壯士英勇士機聞名全球 一年過後 他們是被迫還是自願留下 成為難解的謎團 而更難解開的 還有核災爆發後 如新融毀的程度 到底是什麼模樣 意外發生了之後 這些燃料棒燒成什麼樣子 不知道 有人說像義大利麵 一坨 它本來都是一根一根的 很均勻的排列 垂直排列 那它燒毀的 像一大堆的義大利麵 那糾纏不清 因為它整個原來的 規則的一個步道沒有了 所以它都在一起 可能堆在一起 變得有可能就集在一起 它的形狀是不規則的 就是你不可預測的 事隔一年 日本民間團體展開調查 這個由學者律師組成的 調查小組 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 包括日本政府曾經一度擬定 首都東京的大規模撤離計畫 那個時候監職人說 它最大的惡夢就是 到東京首都圈要撤離的話 就必須三千萬人都必須要避難 那對日本來講是一個 讓它國家崩潰的一個 一個情況出現 核電廠裡每天都有 三千名員工日夜輪班 他們的工作就是監控 反應爐的溫度 必須不斷灌注冷水降溫 還要處理核廢料的善後 在那個當下 對那些工作人員來講 叫他留下來是很慘酷的事情 可是他們不留下來 去做一些處理的話 那個後果是對更多人 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從去年到現在 在核電廠去世的工人 只有市民 那這市民很多都是在 過大的這個工作壓力下 然後心肌梗塞 或者是過牢 瞬間員工含災民的角色 壓力之大不難想像 因為核電廠附近 20公里外的居民 都已經撤離 整座城市空蕩蕩 宛若廢墟 被當地居民稱為鬼城 不只人煙罕至 連農作物都一片荒蕪 而已經撤離的居民 也沒有因此比較放心 當下在逃難的時候 因為政府沒有告知他們風向 所以他們有時候逃 反而逃到 其實是下風處 就是核電廠輻射會吹到的地方 反正就加深了一層感染 所以他們那時候是非常的生氣 有的很擔心小孩子 所以有很多的家長 會去蒐集小孩子的尿液 希望政府的人來 你來幫我們量量啊 可是日本政府其實都不慣 只是事後再多的檢討 都無法預防瞬息萬變的天災和人禍 已經破碎的家園 恐怕也無法再挽回 為甚麼你還寫了 我不能回家 他說不可以回家 我想告訴人們 痛、悲痛、疲憊和疲憊 因為我不能回家 眼看家園被劃為禁止區 七萬人被迫撤離 回家之路遙遙無期 因為要等核電廠完全除疫 至少是三五十年後的事情 土島家長現在已經變成這三十年 可能就變成我們亞洲潛藏的一個危機 它隨時都必須要有人在待那邊 因為反應爐裡面的這個核燃料 要等它就是衰變結束 然後到沒有熱度 大概要到三十年以上 有人講大概要個九十幾年、一百年 因為你想想看 車諾堡已經二十五年了 還沒有開始處理 就是還沒有 真的有人去放東西 進去看裡面是怎麼樣 還沒處理 浮盛外泄的威脅下 重建機錄顯得更漫長 這顆不定時炸彈 恐怕會讓亞洲國家 未來幾十年 一直生活在核災的陰霾下 浮盜核災也逼得全世界開始反省 人類的能源政策 所以有時候災難也是一種化了妝的祝福 有學者認為 311對日本來說是大破也是大力 因為日本經濟失落將近二十年了 悲劇反而凝聚人心 同時讓日本更願意推動政治經濟改革 的確日本的青年常被形容成失落的一代 但是地震之後 投入志工的比例明顯增加 日本有沒有可能再造二戰之後 從廢墟裡頭重新崛起的奇蹟呢 休息一下 我們祝東京特派記者宣勝芳 要帶您來看景氣的燕子